大家晚上好 好 那今天呢 我是要以一個有緣人 來和大家分享 我和CK 我對他的認知 和讀過這本 風雲 笑看風雲 行上路之後的一些啟發 其實我和CK結緣 在醉花林華語講演會 也是就是 在我們創會的某一個例會 就像今晚這樣 這麼高盆盲座 這麼多人 那麼陳經燕就來跟我說 你知道CK來了嗎 我說其實我有點咕嚕管 我說CK誰 他說 他就說 你怎麼不知道是 錢雙魚的老闆現在來了 我說在哪裡 那麼今天就給我介紹 CK拿著一個相機 到處的在拍照 那就是我第一次認識CK 那其實在以後的許多年 我跟CK也不過就是 偶爾有時候在電話 做一些普通的交流 那麼我是覺得他的人 非常的平易近人啊 那麼可能我們也都是 因為是好多人 所以交流起來 分外親切 僅此而已 那麼其實CK真正觸動我 我對他的那個敬意 是在兩年前的某一天 我所認識的一對馬來西亞籍的小夫妻 他們在新加坡工作 年輕的小夫妻 剛剛從大學畢業不久 因為某種原因 那個小夫妻的那個年輕的媽媽 緊急的在新加坡的醫院 臨盆產下了一個嬰兒 情況非常的危機 是因為在母親的體內 有一種特殊的系統的失調 造成他必須要有一個 很大很大的心臟手術 那麼你知道 因為他們夫妻都是馬來西亞人 得不到新加坡醫院的那個金鐵 所以那龐大的手術費 接近差不多要六位數 他們根本是負擔不起來 那麼小夫妻他們大學 許多同學都急忙的在為他募款 與此同時也在網上也在募款 那麼我和我的朋友 知道了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說再做一些事情 在那當下呢我就想到了CK 我就給他簡單發了一個信息 我說就這麼一對年輕的小夫妻 這樣的情況你能幫嗎 他非常快的 他給我回復 可以沒問題 我捐一萬塊 他那麼爽快和慷慨的一個回復 頓時讓我感到非常的意外 和不可思議 他怎麼可以這麼容易的 對一個毫不認識的陌生人 這麼真誠的 這麼慷慨的去幫助他 而且是毫無條件 所以就在那一刹那我還在 還在讚嘆不已的過程中 他已經把這一萬塊 過帳到我的帳號 那麼我也很快的把這筆 請送給這對夫妻去使用 去當做這個手術費之一 所以在那一刻 我非常感動 我覺得對CK這樣的一個人 他做善事是很自然很低調 他做善事不但是低調 而且是那麼自然那麼的如常 所以我當時對他這樣一個慈善家的風範 我真的是非常的敬佩 那麼這是CK和我之間 一個非常真實的小故事 也就是說他捐款不是因為 我們大家都知道 剛才一位大師也說了 某某朝聚就是多少萬多少萬 但是在我這種情況之下 他卻是義不容辭的就捐出來 所以在上個月他的分享的時候 我真的就告訴他 CK你還記得這個情形嗎 這件事 他告訴我其實又連我忘記了 那麼這本書 大家知道嗎 四百零四頁一寸重一寸厚的書本 我覺得這本書是一本 跨越時代的一本書 你這本書上發著非常濃烈的 親情、真情、友情和人情 是一本值得非常有價值性的一本書本 在裡面CK其實也告訴了大家 他的出生背景 他的家庭成員 那麼從他們家族的擺低攤雷龍 一直到雙魚的輝煌 之後再擴產 那麼把CK從天堂掉入地獄 在那一段時間 他真的是沉淪了 他真的是迷失和彷徨 他不知道他在幹嘛 他應該做什麼 可是經過他的不斷的思緒和思索之後 終於三年之後 他決定他必須改變他的心態 重新出發 在那個當下 他以他不屈不撓 非常非凡的毅力 再加上 他是一個很有靈敏的生意人 他有這樣的眼光 有很靈敏的生意的感覺 再加上 他有一個很好的 舊員工的團隊 跟他一起打拼 非常賜苦耐勞 非常辛苦的打拼 終於拼出一個春天 他重新創立他的公司 買CK 正當在4月蒸蒸熱上 如火如荼的時候呢 卻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 把他的CK總部燒掉一半 再不到兩個月 又兩場火災 燒了他其他的兩個分店 在那當下 我看他說 就像他自己所說的 他真的是精疲力盡了 他已經是 欲酷無淚 可是 黃天不負苦心人 患難見真情 他的認識的商家 他的朋友 甚至一旦 遠方在中國的廠家 都伸出援手 所以這些非常精彩的 而且是高潮迭起的內容 在這本書裡面 全部都描繪的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一看下去呢 你真的就是會越看越 越想看依法不可收拾的一本書 那麼在我同時 在CK的人生中 有四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第一位就是他那位 心地善良的母親 深深的影響了他的一生 母親的教會 深深的影響了他的一生 另外就是他有三位鐵哥們 大家講鐵哥們 這三位朋友 他的好朋友 他的自由 在他是事業的起伏 在他事業最好的時候 大家一起可以就是享受人生 可是在他事業最低迷的時候 這三位兄弟永遠是情如手足 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之助 所以這四個人物也在 我們這本書裡面 也有非常深刻的一個描繪 那麼我看了這本書的時候呢 我是覺得這本書是一本 非常難得的一本書 在這裡他帶過了很多過去 他人生的一個經驗 我呢看了我覺得 我很慶幸能夠認識CK這樣的一位朋友 因為他的 有他時刻在我們身邊散發著 人類的善性 人類的美和正能量引導著我們 因為雖然在這本書裡面 可以說CK是經過了人生必須經的 你說酸甜苦辣了 喜怒哀樂 他全部都經過了 可是呢他卻有 就是鐵漢柔心 大愛無疆 那麼的去幫助人慈善 是一個慈善家的風範 所以我覺得這一本書 是一本有駕駛性 可以流傳下去的書本 好的書本 我們不能不讀 這麼我希望大家今晚能夠拿著這本書回去 慢慢的去品這本書 我不是有一個PPT是嗎 我的PPT呢 對 所以如果 這邊我跟他隨便打一個廣告 因為他上一個月已經有做了好幾場的分享 如果大家對他的分享 還是有想去親自聽他本人對你的講述他的人生經驗 這邊有兩個 一個是7月28號 在我們巨花林這邊 品朝鮮 會有一個 那麼還有一個是6月9號24號 在G40 6月2號 對 6月2號 所以他有這兩場的分享會 所以 會員們如果有興趣可以注意一下 那麼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